OK 今天代表任聶亮 大革定 劉忠在這裏 真是多謝美姜美奧王的主角 真是很高興 第一次來這裡有二十人 真是接待我們 這個已經是個驚喜來的 因為當初我和租民談的時候 說來這個日文宇本 他就說 咦 沒什麼聯絡 沒什麼人在這裏 都擔心來到我和劉忠 即是流落街頭 今天真是一個很豐富的晚餐 亦都是一個很充實的訪問 一來就和很多人網的朋友 和我們支持的朋友見面 第二 即是今天下午 真是很難得澳洲兩個最大的電台 都先來訪問了《劉忠》 但是很慚愧的 即是大部份的訪問是普通話 即是徵仇 流忠的普通話是很好的 因為在台灣認識很多台灣的女朋友 哈哈哈哈 那就是這個人力量無這個澳柳 可以說是創了這個歷史的 因為香港一個的政治組織 我想在九七前也是 九七後更加是 即是純粹來這個澳柳 是和我們的支持者接觸 而一次過去三個城市 我想這個是從未試過的 有些朋友回到媽媽 很多時候都是和政府邀請 或者團體邀請過來 可能演講 跟著和朋友接觸 純粹是和組織串聯的形式 這次我想是歷史上第一次 所以我和劉翁都很自豪 即是我們雖然兩個孤零零 都開創了歷史 即是建立這個澳柳的接觸 我們這個是先頭部隊 很多朋友要見的就是 旭敏和老蕭 他們兩個的精神領袖 旭敏就已經答應了 在十一月這個選舉完之後 一定會來澳柳的 他這次來不了 因為要負責統籌 和策劃這個區議會的選舉 那他如果下年 應該很多網民建議 就是這個三月島來是最好 即是開了農業園之後 和學校開學之後 就有些多些同學在這裡 如果動穩的話 到時去想 更加這個豐富的活動 那麼人民力量成立 必須要靠大家支持 還有人民力量成立 我們不在的議席 的多華 那麼我們最重要 就是在這段期間裡面 我們覺得香港的民主運動 已經是走向這個谷底 亦都是整個香港 已經是逐步沉淚 即是主流傳媒也好 民主派也好 整個政府也好 整個社會也好 已經是受共產黨 在各方面的操控和控制 那要突破這一個架鎖 我覺得一定要有一個新的國性民族 和一個新的新民族 要換成這個香港市民 不可以只是求短暫的舒適 即是短暫的安樂 即是我們要爭取這個民主 不可以用過去所謂的二十年 那個所謂民主黨 整個鼓勵或者推動的 所謂理性的對話 因為我們看回民主黨領導下支 即是民主運動 香港的社會 即是不但民主進程 沒有進步 反而是倒退的 而這個雙普選是遙遙無期 即是九七前後 即共產黨北京政府都承諾 0708有機會雙普選 包括民建元自由黨 在這個二千年的選舉政綱 都說0708雙普選 那政府共產黨可能已經承諾 但是05年一個釋法 它全部改變了 現在到2047都不知道有沒有 所以我們再用這些所謂的聽話 這些所謂的對話的形式 和共產黨密室政治形式 去得取民主的話 我相信到我這個 即是 瓜了 香港都沒有民主 所以我覺得 要用一個新的模式 用一個抗爭 以會來抗爭的模式 去得取民主 還有要跟取民主呢 香港已經不可以孤立自己去做 一定要連同海外的朋友 有有有 即是出力的朋友 要繼續關注和支持 肯同宣中心相互 跟取民主一樣 做話僑就是這樣 因為香港人 需要與海外的朋友 繼續關注和支持 因為你們在外面看事情 算是給香港人清晰 和這個的清晰 在海外 在香港的問題 很多是少了 那個經濟和那個利益的包袱 在香港裏面 即是你和地產家 那些人的現金有關 這代表出了很多利益給到你 現在我們想要感激 還有多謝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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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這一點 這個 姨媽姑姐 親戚朋友 表哥表妹 十年前 二十年前的男女朋友 透過這些點鐘 影響他們要關注 因為香港人很多時候搵食加拿 很多信息是沒有理解 亦沒有嘗試去理解 很多朋友在這裡 對香港的政治形勢的發展 比香港人更加熟悉 所以你們的貢獻 我覺得是很大 如果每個城市 每個地方 在海外那麼多個國家 都有類似你們的關注的話 我自己覺得這個整國運動 這個新民主運動 和為香港風險民主的機會 是越來越強了 衷心多謝大家支持 請下我們的主席劉鎔說幾句話 謝謝大家 非常感謝大家今晚的懷疑和照顧 其實大部分的事情 大家剛才說過了 我是一個比較年輕的人 相對某些在座的朋友 但是加入譬如社會運動 參與政治 連帖都賞錢 但很感謝大舊 憶文 任力量 他裡面的前輩 給了機會我 擔任主席這個職位 還有任力量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其實有相當很多位年輕的朋友 就是參與了 而且我覺得在香港 譬如有二、三月職業活動的朋友 都相當有稱號 有信力的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 就是任力量不單單是憶文 或者大教 或者其他的前輩 也可以多多給予見 或者支持我們一次一輩的朋友 第二件事 其實都很感謝人網 就是我經常都在做一個說的 就是其實你要和你的朋友 或者在澳洲 貿易本的朋友 或者香港的親戚朋友 要說 叫你馬上支持人民是一件很難的 但是你叫他聽香港人網 其實是容易很多的 你嘗試聽一下 你聽別人怎麼說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很多的支持者 都是因為聽了香港人網 開始支持明白我們的理念 我們的聯賽 開始支持我們 而很老實說 我們能夠這麼短時間 可以組織到這麼多朋友 照來見面 都是因為這個網台的威力 所以我們希望我們會繼續成為 香港唯一一個 或者起碼是第一個 會令網上這個平台的政治團體 亦都希望這件事可以發揮光大 亦都希望大家可以鼓勵多些人聽人網 令到人網這個平台壯大之餘 亦都令到支持人民力量的朋友予無光 這個是我小弟 希望大家可以努力幫忙的地方 其他的 相信大家一直都知道我們的說法 他已經很清楚了 因為聽過我們很多節目 總之在這裏真的和大家說一聲 真是正確的